欢迎大家收看由点三文年同一GTV联合制造的 《世界事与谈话无关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洪感言 大家好,我是陈凤卓 大家好,我是吴俊宇,大宇 大宇,今星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和我们分享呢? 建sir,今星期的重要事就是 11月26日,台湾省将会举行九合一的选举 将会选出直载市和地方首长 更加会就着18岁公民权进行一个公投 而当中台北市市长的选举更加备受关注 台北市市长选举一直以来都受到台湾人关注 也受到很多地方关注 因为很多时候选得上台北市市长 有机会日后会参选台湾的地方领导人选举 所以这会备受大家关注 就是台北市,因为作为一个地方的重要城市 选举的成绩是会影响到整个台湾其他区的成绩 表层,你怎么看台湾的选举呢? 讲到选举,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事 因为台湾有一个运动 其实台湾运动在30年来都发生过很多次 包括说无殻蜗牛,因为没有屋住 也有一个新的,就是近年有一个叫太阳花革命 这个运动来说,对台湾省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年轻人上街,而且是成功了 成功当然改变了很多人的事 这个改变来说主要针对当时是因为 我们内地和台湾省来说的一种 好像香港的近感密贸易的自由关系 或者它叫做海峡两岸 所以如果在一个商业上的角度来说 整体是好的,不会完美 好好的在哪里呢?如果贸易加强 经济就可以发展了 但是年轻人就因为收到很多网络上的不同的信息 于是自己演绎,更加自己冲上街 我们可以理解到,世界上现在多了很多平台的 这些平台来说不是政府 大家喜欢讲话,讲话就可以了 我上街讲话来说,别人认得我的样子 但是网络上讲话可以没人知道是谁的 那自然就造成了气氛 那大家明白世界各地已经很流行 通过网络上呼吁大家上街 我们感受到很深的了 这个运动带来了什么现象呢? 这个叫做内地和海峡两岸的台湾省来说 贸易不能进一步改变 结果今时今日,究竟得定失呢? 当中要明白,如果你给的意见 我知道你相对心智成熟的了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来说,你说他无知的绝对不可以 但是等于见过世面呢? 如果他的意见都影响到整个地方的未来发展来说呢 这个太阳花革命在不少的报道上 尤其是西方媒体来说,给了掌声 哇,好东西,能够令到这个社会更加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是每个人都讲到话 民主自由是不理你这个是否心智成熟与否 如果是这样的发展来说呢? 今天的台湾,如果进一步在经济上来说呢? 其实见得到是精彩还是不精彩 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大家心中有数 是,Bill尚,刚才你说的那个网络平台呢? 其实当我今天收到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也有点担心 我担心我们的留言区 将会被台湾的网军或者水军浸死我们 放心吧,大宇,台湾说话是任何说都可以的 世界上做过调查的了 台湾媒体的可信程度其实很低的 所以放心,不要紧要的 我不是说怕,纯粹是担心而已 因为我回想起自己小时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直接受的一些讯息就是 台湾,我们是华人地区最民主的地方 小时候都是这样听的 是没有深够的 但是随着长大了解多些 就会发现台湾其实是民主恶果 最明显的地方 讲的民主恶果是什么呢? 因为它将整个选举 轮回一场闹剧 看看今次台北的选举 后选人在争拗什么呢? 就显示出今次的选举是丑态尽出的 先是讲抗疫总指挥陈时中 就由他不抗疫辞职参选 之后是说他牵手 不是自己太太 甚至是别人太太 再去到候选人的身世问题 面对现在世界的经济衰退 疫情、台海局势紧张 但是原来岛里的人 他们紧张的是八卦 一件这么严肃 这么关乎台北未来的事 就沦为了八卦新闻式的闹剧 其实大宇你刚才所说的 其实显示很多时候 所谓民主选举 最大的败处就是 发掘人家负面的地方 或者抹黑 一些候选人的问题 这令到整个选举不是关注发展 而是关注黑新闻 负面新闻 这也是导致民主选举最大的败处 因为台湾现在是每两年选一次 今次是九合一 过多两年 台湾的领导人选举 其实这也是导致台湾内部分化 相当严重的地方 而刚才Vousson 就提出了一个点 我觉得非常之认同 其实在台湾选举另一点 其实策略上 他们就是打中国大陆牌 所以更加密经贸合作 实际上是打大陆牌 当时曼晋董也藉着这个泰湾事件 将得到很大的着数 迎取了他的选举 但在这件事里 我们也看到 其实曼晋董里面 领导人 那些大佬 就在台湾叫台独 但他的子女 往往回到内地 发展尽眼 其实这些说明是什么呢 我会相信一件事 如果用黑幕之下的互联网世界来说 背后有没有外国的势力进去 其实是可以很清晰 不会没有的 外国势力当然包括一些反中人士 如果他在这方面 误导了一些小朋友来说 就变成一个可以上街的理由 选举其中一个特点 是可以叫年轻人做很多事情 做什么呢 包括今晚可以晚点睡觉 不睡觉小孩子会开心的 看多些电视 如果以前年代更加开心 玩多些 但是小孩子成长 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呢 小孩子成长来说 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指导性 清楚的 当你自由放任的时候 空投资票就是这样出了 所以要赢选选举 就开空投资票 但是赚钱的是另一件事 不是选举需要 生意继续做 哪个市场最大呢 一定是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最大的 所以赚钱和拿选票 就给了两个世界 空投资票就即管开 是 其实可能都是 民进董的人 都认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得好 所以不断地回到内地赚钱 当然了解到 其实支持民进董的一些赞助者 都是在大陆赚钱的 说明可能 未来中国统一的时候 在台湾行一国两制 我想中国大陆的经济 将会对台湾带来很大的帮助 但你认为是吗 其实未必去到台湾 台湾里面的人 其实都可以享受到 我们祖国的一个经济上的得益 包括现在台胞 如果他们去到内地去做事也好 或者经商到 其实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出来 因为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他们跟我说 现在台湾的一个大学毕业生 的薪金是多少钱呢 大约是25-24K的新台湾 大约是700千元的港元 大约是回到内地去做的 其实是可以拿到万多元一个月 说的是人民币 其实他们自己用的投票很简单 就回到内地去做的事 去到现在的选举 其实台湾是一个现象 是会包机回到台湾去投票 所以这次的现象我相信会持续的 当然刚才我们说到 如果统一了之后 对两岸的人民 是不是有更加多的帮助呢 绝对有的 在经济上绝对是有很多的帮助 夏肖正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大约的说法 我觉得比较乐观了一点 或者这个期望会高了一点 主要是什么理由呢 留意在小月中的时候 几个峰会在东盟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世界的转向是很清晰的 大家绝对明白了 台独的思维 其实美国是挺力支持的 美国三号人物去台湾访问 带来了一连串的后期的跟风作浪 立陶宛又去到处都去 但是这种气势来说 我呢在峰会上 看到很明显一个很大的逆转 本来美国的盟友 好像一一转态 转剩一两个 加拿大那些 相对地 德国法国 其实已经很明显 感觉到 美国这个盟友来我呢 究竟是不是在帮他 还是在害他 我想之前 连串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明白了 俄乌的冲突 跟着北溪气管被人炸了 对于这个盟友来我其实很受伤的 这盟友是不是再支持美国呢 所以美国举这支旗帜 在我们内地 和台湾之间 还起不了作用呢 既然如果是起不了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 除了看中国的内地市场之外 国际上其他市场 对他的支持 已经可能不再是 三号人物访问之前 和当时期间 带来的那个结果 如果这个结果 进一步是印证到 是发生着的时候 来说 台湾省去期望 依赖一些西方的 美国盟友来说 得到的好处 相信进一步会减弱 我们看到个故事 台湾有一个很大的芯片商 听了美国话去美国设厂 而美国设厂的过程来说 今时今日 美国的人工又贵 那究竟 美国带给台湾当地的企业 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火花 真正的美丽的世界来我再看下去 相信结果一定不是 严格来说 台湾没有从国际社会上得到什么好处 它纯粹是给好处人的 包括跟美国去买一些军备 接着之前折黑或立陶苑 有批货来到中国 中国因为一些海关的问题 拒绝了之后就卖去台湾 让台湾的人去使用 大约你说送给美国 台湾省给美国的军费 买的军火 可能二等那些 是给了700亿美金 43年来这700亿是什么数字呢 101建造费用只不过是18亿美金 随一随接近40座101大厦 我想起国家主席一句说话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预遇的红线 所以在这里我奉励台湾文进董 设计不能用台湾作为和美国勾结的一个棋子 大一 其实台湾事与香港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关系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019年黑暴之后 蔡英文就假借我们香港当时的情况 大打抗中保台牌 当时还推销所谓的芒果肝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今天台湾的选举 其实就令到香港人看清楚 什么叫双重标准 记得当时蔡英文口中说香港是没有民主的香港 但是我们18岁已经是可以投票的了 反而最民主的台湾 他们18岁原来现在是没得投票的 要公投才有的 而今天的台湾选举更加令到香港的手足看得更加清楚 因为这一批自称生于乱世的香港黑暴 在香港的时候他们有工作有票头也有家庭温暖 但是到了今天的台湾 他们不但没有工作没有票头也没有家庭温暖 沦为了台湾的N无人士 即是香港的N无人士都还可以申请某些资助 甚至乎我说申请公屋、过度性房屋 不知道他们在台湾有没有申请呢 换我所知就是去到台湾的一些黑暴分子 其实现在生活层面真的非常困苦 因为当时承诺给他们的资助 到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他们留在台湾又不是 回来香港又怕 所以在台湾那里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他现在是未来 他的生活会是怎样的用 然时看到台湾的选举 亦都没有他反 他想要发挥作用 亦都没有他任何一个作用 所以正如你所说 他去到台湾不单止是三无 其实人生是尽失的 未来在台湾甚至回来香港 他现在都找不到他自己应用的风向 很多人去了英国 如果有钱那些 比英国可能好一点 今年冬季不算太难 的确是 台湾冬天还算好 但现时据我所了解 在台湾有些政党 亦都会尝试利用他们 继续挑动蒙古干的感觉 去吹动台湾那些年轻的选民 出来投票 这是他们现时在台湾 尚有一丝被利用的价值 但这丝价值我相信越来越少 因为他本身在台湾 已经不再产生任何价值 包括经济价值 包括生活价值都没有了 最后我们希望迷路小孩 早日回家 下星期继续 《世界事迷话不关香港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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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